香港 世界文明的国际金融中心 历经转型才有如今面貌 迈入21世纪 港府的下一步聚焦在附加价值高的创意产业 官方在2009年成立创意香港办公室 全力推动香港的创意经济 创意产业有别于其他的 比如说制造行业或者另外一些服务行业 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创意产业 通常会牵涉到制造出一个知识产权的产品 掌握知识产权也掌握了财富 创意产业替香港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根据官方统计 以创意香港办公室成立时间2009年作为基准 09年到12年之间 文创经济产值成长54% 文创产业占国内生产盲额GDP比重 也增加0.9% 就连就业人数也上升6.4% 文创产业目前替香港创造的年产值为港币980万 一看过去十年在先进的经济体系里面 创意经济开始成为推动 本身的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火车头 香港作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系也不是例外 香港积极拓展的创意产业中 电影业备受瞩目 周润发演绎的经典港片《堵神》 以及和张国荣精彩对系的电影《英雄本色》 都印记香港电影的《黄金时代》 可惜90年代后港片一路衰退 成为政府辅导挽救的头号目标 我们数一数就可以知道了 那个时代刘德娃演《黑色味大哥》 一共有多少部电影 故事情节差不多 你可以想象那些电影的素质怎么会变化 官房为了重振港片雄风 成立电影发展局电影发展基金 给资金少人才拓展市场 近十年来濒临谷底的港片露出一番生机 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好 跟法官说 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 2002年 无间道风里全亚洲翻拍成好莱坞电影 2011年 陶姐横扫台湾金马奖香港金像奖 最佳导演男女主角大奖 电影《岁月神偷》 由香港电影发展基金资助拍摄 夺下柏林营展水晶熊奖 再在为港片复苏打了一记强行针 港片近两年不仅在大陆票房亮眼 也可以和拍片形势进军大陆 尤其听得懂广东话的潜在市场就有两亿人口 大陆市场成为当局瞄准的目标 除了电影业 香港也积极拓展音乐电视设计等其他创意产业 像是成立香港设计中心 给设计师资助和资源 还帮忙找买主 港府今年三月更决定设立创新科技局 提高官方推动文创的层级 展露继续发展文创的企图和决心 中央市记者张谦 香港报导